你尊贵了得了人生 又听闻佛法 我前几天都苦口婆心却 天上跟人间是最为尊贵的 因为它可以学习佛法 你做了大象 可能念普贤行冤品吗 不可能 请问你们看过相点灯的啊 也没有吧 是不是 所以你要珍惜 所以假如你感觉 我的烦恼很重 我很不行不行 那你就真的不行了 为什么 举一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不给他吃饭 他肚子就饿 他就没办法工作 精神不好 大家知道新加坡做工都很辛苦 早上都要吃很好的早餐 中午还要吃个甜点 还有下午还有下午茶 你看你们多享受啊 然后呢 你看哦 有很好的食物营养 他就有精神有工作 注意听 人的身体是这样 专心听 烦恼也是这样 烦恼你给他养分的话 他烦恼就会很强 什么是烦恼的养分跟饭呢 比方说 曾经来的时候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你就必须给他吃饭 那你就脾气越来越大 假如脾气来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平常学习佛法 修学佛法 念佛念咒 或是心宁静以下 想一想思维慈悲观 想一想自他交换 想一想 一切法都像梦幻泡影 这样你思维以后 你心里就会产生力量 你的称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控制 称心也不是一下都断的 贪心也是如此 所以有贪跟称不要怕 重点呢 是你不要给他营养 不要给他养分 慢慢的贪跟称啊 就会降服下来 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贪跟称吃算什么呢 像basketball 篮球 有没有 看过年轻人打球 篮球呢 一拍他 对不对 一拍他他就会弹 你拍得越重 他就弹得越高 你的贪称吃也是这样 贪称吃不会无音无缘就升起 你刺激他越强 他当然欲望就会越大 称心也会越重 所以你要懂的是远离恶友 恶缘 还有远离那些让你起贪称吃的缘分 举个例子 我也常常说 晚上熬夜 然后第二天火气大 跟人家讲话就吵架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熬夜吗 早一点睡吗 干嘛做夜猫子呢 然后碰到人家要骂你的时候 心里先念 多那几句 你心一定会改变的 但是呢 你要很努力的去改变自己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不可能 各位连友都是多生多结 有善根的 学到佛 得了人生 听闻到佛法 你目的是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有长远心 要有耐性 你可能要用功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乃至于五十年 你真的就会得到佛法的利益 我不要说我过去世 我这一生从在家开始学佛到下 就二十五年 我每天都很用功 师父不是利根的 但是我是中等根性的 我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我也有优点 我的优点是我很精进 真的 慢慢来像细水常游 不然我这样苦口婆心 讲得很欢喜 待会掌声鼓励 谢谢一下 明天还不错 没有没有 我没有叫你掌声 没有没有 我是说待会结束了 掌声鼓励 谢谢 明天很开心 过了一个礼拜 忘了 明年来的时候 下次来的时候 师父你讲什么 我都忘了 那太可惜了 对不对 所以大会非常的慈悲 全程的录影 就希望你呢 听经文法可以再复习 听好 我的经至少应该听十遍才对 我以前听我师父讲经 是听十遍的 我第一次2003年来新加坡 讲普贤十大院 你知道吗 我华言经 普贤是行愿品 我念了三千遍 而且我的 我师父讲经的笔记呢 我听了十遍 我还做笔记 然后东南亚华人 所有的法师 尽量有讲普贤十大院 我通通都听完了 你真的很精进 师父不是炫耀说 我修得很好 我没有修得很好 我刚才说过 恒河杀树里面 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谦卑一点 但是不要放弃 Please never give up OK 所以答应我 不要放弃 你得了人生 你不要想 哎呀 师父又不行了 我忧郁症 哎呀 师父啊 我要继续自杀 真的叫你跳楼啊 死的时候蛮冷的耶 其实你还是怕死的 知道吗 不要轻易放弃你的生命 要加油 大悲观圣音菩萨的功德力呢 绝对会加持你 师父也会助手你 所以这里讲 第八 烦恼必尽解脱 所以大象都能够解脱 改变自己的心性 我们人更能 好 再看下面 所以白色的莲花 代表成就种种功德 白莲花叫做 幽坛般若花 而刚才说过 观音菩萨可以降伏各种 天龙八部跟鬼神 所以你会看到 观音菩萨手上 有时候会拿金刚杵 金刚杵代表力量 降伏一切怨敌 好 所以你看 尼泊尔 卡特曼杜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叫马哈嘎拉 你看 就非常凶吧 跟你已经看到 中业的白医大师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会说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吗 是 不要怀疑 这个印度教 佛教 乃至西藏的 拉玛跟仁波切 也都会去这个圣地办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呢 比你们的 司马路 观音庙呢 还有灵验的 你要在那边 真正祈求 供花 对不对 修持呢 对不对 一天以后 你的愿望就圆满了 所以他的加持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真正的加持在哪里 你心中的虔诚恭敬跟法的羞耻 所以希望你听完这次显密圆容的讲座 起码了解 哇 原来观世音菩萨有各种的千百亿化身 当然你可以选一尊 你比较欢喜的 但是不要排斥观世音菩萨 现不同的身相 假如你越是怕这种可怕的像 听好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就变成 马哈嘎拉来看你了 然后你会说 你是观世音菩萨 没错 我就是 不要怀疑 他的心充满了大悲心 对啊 有些刚强南化的小孩子呢 像警察 为什么叫去对付这些地皮楼马 或是不良分子呢 他就要现凶猛的样子 假如你跟他客气说 年轻人要慈悲 要慈悲 他说慈悲个头 我是刚悲 我不是慈悲 我是刚悲 对不对 他是刚做的 刚做的话呢 就要现愤怒相 所以在金刚寺 有很多愤怒的本尊 原因就是这样 在华言经也有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也有现愤怒相的 这个佛菩萨 将来有机会再为别人介绍 请看 吉久 入三昧成佛道 请看寄宋十六 入于微尘数 百千三摩地 开示诸境界 一切恶道中 皆令得解脱 成就菩提道 意思说 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 更殊胜更殊胜的总功德 就是一刹那之间 可以进入大乘 以及无量的三摩地 入像微尘数一样 百千三摩地 你做个记号 这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因为下一场 我会讲地藏法门 地藏菩萨呢 每天早上都会入 克截杀定 观一切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也是随时随地 都能够入 百千三摩地 你真诚地修持 你真诚地齐请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听得到的 他会用各种方法 比方说 做梦 或是禅定中视线 或者就算他没视线 但是他也会瞒你 各种人事物的因缘 所以他目的是要 开始你了解一切 人事物境界事实的真相 就算你堕入在地狱恶鬼 三恶道当中 观世音菩萨也从来不放弃你 因为他有大悲三昧 让你得到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甚至成就无上的菩提 物三 请看第三十五页 探供以还本处 事实严罗天子 就用以上十六所的寄送 来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当然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震叹一定有功德 所以我这次也带大家念 《华言经观自在章》 相信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华言经》是金中之王 任何一个寄送都是很殊胜的 那这里讲阎魔天子 老实告诉你 他不是阎罗王 他是菩萨化现 在地狱里面 同理所有鬼神的首领 所以在阎魔天子 外现阎魔天子声 其实内密菩萨行 他是菩萨化身的 不然他怎么会有 这么高的智慧 讲出这么庄严殊胜的 十六首寄送呢 不然你写写看 看看你可不可以 赞叹出观世音菩萨 这么好的寄送 我想一般人不容易的 所以他是菩萨化身 种种的赞叹供养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绕三扎 就回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方了 所以刚才我讲第九 入三昧很重要 所以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当时 见桑叶经社的时候 我选的牵手观音 不是赞的 是刚好做的 这是因缘 这尊佛像是从中国大陆四川来 到了台湾 一个西藏佛教文物殿 放了两三年仓库里 那当时我要成立佛堂 我带了几位干部去看 我们看了很多尊佛像 有一尊是释迦摩尼佛 有一尊是就这尊牵手观音 那一般呢 因为在都市里 因为都市的弘法道场很小 不像静明佛祖乐 非常高广 很庄严 大殿是两层 非常的庄严 那这个佛像 一般在家居是太小了 佛堂呢又不够 所以呢 这个佛像就放了两三年 结果我一看到 我就深欢喜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木雕的图经期 然后呢 它有十一地 当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讲十地经论 同时我也在 桑叶经社教禅修 所以你看到它是盘坐的 很少看到这样的造型 一般都是站的 所以我就非常欢喜 最后我们就开会决定 我也很欢喜地决定 因为在都市里啊 佛教 道教 一贯道跟非民间宗教 很多人都喜欢观世音菩萨 最后我们就把他请来了 请来的时候分析互款 也让所有众生种福田 然后那一天呢 等佛教文物店把所有呢 我们请搬家公司啊 真的我也当场到 亲自监督 然后他把佛像呢装好 然后我非常的欢喜 然后供上了日本的两盏灯 这是一个莲友供养的 因为他也卖不出去嘛 我就说好嘛 那你就供养我吧 结果很有趣呢 他供养我了以后 他的生意就变好了 这是真的 然后那两个摩尼宝呢 师父做了一个梦 所以我就供了呀 然后我梦的生平 是这一生最好最好的梦 什么梦呢 对不起 这是我的秘密 不是掉你的胃口 而是真的 我很关系 事实上我们的佛堂没有很大 大概你们的大殿这样子 小一点 木雕的一面墙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一般看到禅定像很少 我要讲的重点是 观音菩萨随时随地入 大乘大悲三昧 也入无量三昧 在法华经叫法华三昧 在华严经叫华严三昧 在楞严经叫手楞严三昧 名字不同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当然功效呢 因众生的显现而不同 好 接下来再让我看 三十五页 丙三 观音菩萨利益六道众生 我今天讲快一点 我会预计讲到 三十六页的第八行 告一个段落 专心听 请看 丁一问曰 Q&A第三个 二十除盖障菩萨 又站起来 问释迦摩尼佛 世尊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救度众生的苦 那请问 他今天会来这个法会吗 这是楚盖章菩萨问 那释迦摩尼佛回答说 答案是会的 请看 丁二答曰 悲愿转为清良池 把悲愿化起来 你真正要转你的愿力 你要升起大悲愿心 发愿很重要 注意听 发了愿还要去做 不是发愿呢 就是空口说火火票 打空头支票 我有时候看 新加坡的脸有很友善 哎呀好久不见啊 有空来吃饭啊 坐坐啊 讲了又不定日子 对啊 那不是假假的吗 哎有空啊 来坐坐啊 喝茶啊 讲了 你真的要 Check your schedule 就检查你的日子嘛 对不对 我们就Check and make appointment 对不对啊 师父是东方和尚 西方思想 我说外外教育 你答应的人 你就应该欢喜去 还有 不要亲口乱意答应人 因为答应人做不到话 是叫妄语 这是做人的品德 比如说你无法决定 那你可以说 等一下 我记下来 让我想一天 然后呢 我回去看看 看看我的schedule 我能排出来 我就很欢喜 那我排不出来 那你就说下一次 我看到有些联友这样的 哦 没关系啦 Making appointment No problem 然后回去看 Full booking 全部满了 然后今天就想 要不要去呢 其实不想去 跟他说no 又不然他不高兴 你就这样 东拉西者 东拉西者 所以去的时候你呢 你都是苦瓜脸去的 那也是不高兴嘛 那你就跟他讲 那你就说 你今天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答应别人之前 要想清楚 否则你常常答应别人 可是你又做不到 那人家就不会相信你 你说的话呢 也不会有感动别人的力量 了解吗 请看 分五 物一 夜火尘 化清凉 请看经文 佛告除盖障菩萨言 圣男子 比观世音菩萨 从大阿比地狱 出来的时候 又进入了恶鬼道 所以其实观世音菩萨 非常慈悲 常常在六道轮 舟车往返 这样自在飞行 甚至在三恶道 父又进入恶鬼大城 请看 其中有无数 无量百千的恶鬼 这些因为恶鬼 因为众生的业的造成 口呢 都烹出了火焰 烧得自己的脸呢 面目全非 所以叫面燃大事 待会我会介绍 身体非常的枯瘦 头发呢 非常的乱 而且身上的毛 都竖了起来 肚子大如呢 像了一座山一样 咽喉 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这时 观世音菩萨呢 摩赫萨就 进入了恶鬼大城 在进入那一刹那之间 因为观音菩萨的 大悲愿心功德力 所有的业火呢 就停止了 变成了清凉 请看一下下一张 拔舌地狱 这个呢 为什么要拔舌呢 就常常说妄语 妄语是不好的 那当然 妄语有很多种 有一种叫方便妄语 注意听 方便妄语 方便妄语是可以的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天他在打坐 树林下打坐 突然有一只兔子 跑来的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跑来以后 看到佛呢 当然很欢喜 佛就放光 对他微笑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往左边跑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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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因为猎人追他 这时候呢 猎人就走过来 他说 对不起 请问修行人 我刚才要猎杀一个兔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 他说有 在哪里去呢 兔子明明是往右边跑的 他说往左边走了 你去了吧 你往那边追吧 这就走了以后 奇怪 阿南尊者 然后呢 还有其他弟子 就看到了说 佛不是叫我们 不要打妄语吗 刚才佛就打妄语啊 那阿南尊者就请问佛陀说 佛陀你不是要叫我们 做真话 他说没错 我用神通观察这个猎人 就算我劝他 他还是要杀这个兔子 那假如我讲成 那兔子就真的没命 我是以慈悲心来帮助他 所以这并没有破戒 这个叫方便妄语 但注意听 不可以用方便妄语做借口啊 你们新加坡人都太聪明了 听经都是走法律路动的 不可以 你要听懂他的意思讲什么 就是说 若是你讲真话 会伤害到众生 甚至伤害到对方的性命 你要保留一点 你不要说 哎呀 我的爸爸妈妈从小 叫我要称诚实嘛 诚实是对的 honesty is very important in your life 诚实是非常重要 在你生命当中 可是你要用对地方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佛陀本身 他是有慈悲跟智慧的 所以这不算是妄语 讲妄语是什么 注意听 是你起恶心 故意骗人家 所以心的力量有不同 有时候你是被迫的 老板叫你这样讲 就这样讲 那最后呢 其实老板跟你 有没有因果 有 但老板的因果比较重 因为你是被迫的 假如你是非常欢喜 我就一定要骗他 对不对 那你的果报会很强 所以心的这个深浅 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 那看这里很不幸的 拔舌地域 就是专门说话 没有证阿罗汉 他说他证阿罗汉 毁谤三宝 或欺骗三宝 或是欺骗师父 或欺骗莲友 对不对 还有喜欢说是非 喜欢说八卦 最后你进入地域里面 就这样拔 你的舌头就一直拔 很痛耶 永远呢 是不会停的 这叫拔舌地域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学佛 虽然讲深口意 要先从哪里修 先从要有口德 讲话要有智慧 讲话不要用烦恼心 跟人家讲话 待会我会讲 我现在先提示一点重点 要有慈悲心跟智慧 跟人家讲话 就算你是老板 就算你是一家之主 讲话也要忍辱柔和 是妙方 不要跟人家讲话 来来来来 你就是这么笨 对不对 没头没脑 就是这样子 那人家都给你骂 没头没脑 他会开心听你的嘛 讲话要有智慧 不要一针见血 就戳到对方 那人家会恨你的 其实讲话 是真的很高度的艺术 学佛深口意里面 老实讲 要先从口德 要留口德开始讲 讲帮助别人的话 讲鼓励别人的话 讲佛法帮助别人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 不一定要像师父说 讲经说法 你平常朋友跟朋友之间聊天 你也是应该要帮助他 否则呢 假如你没有看到 说看到 你没有证阿罗汉果 说你证阿罗汉果 那大妄语的话呢 是会进入跋舌地狱的 接下来看 北传佛教 观音献鬼王身 谢谢静明提供我这张照片 非常的庄民 叫浇面大事 也叫面燃大事 为什么呢 刚才讲嘛 面燃啊 对不对 恶鬼道的众生 火焰烧得很深 所以我想 恶鬼道的众生呢 应该像女众一样 应该她不用去烫法吧 她的头发呢 都是常常被火烧的 很酷的 脸呢 也会烧得非常呢 破碎不堪 所以叫浇面大事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不重复 阿南在七月的时候 梦到很多鬼 然后呢 面燃大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然后呢 来 度他 而且 他吓了一跳 他去求佛 佛就讲了 于兰彭会的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大乘里面呢 大家中原超度都会有 面燃大事 其实你看 他非常的凶猛啊 可他心中充满了大悲心啊 对不对 所有的人啊 是很难度啊 有些人是很好度 其实鬼道的众生更难度 为什么 因为他们称心很重 地狱恶鬼出身的人 因为他很苦啊 动不动呢 就称心很强 伤害心很重 所以观音菩萨就对他更慈悲 接下来看 物二 现甘露令饱满 时呢 有守门的两个鬼 而且拿着铁棒 这个地狱的鬼啊 因为业力的显现呢 都是非常的丑陋的 两眼是深红色的 发起了慈悲心 因为观音菩萨的加持 我今天呢 不能守护这个恶 地狱恶鬼的恶业之处 为什么 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 进入了大悲三昧 起大悲心 在手指 手指里面流出各种河流 河流里面出各种甘露伐水 用于足下也出各种河流 一一毛孔也出各种河流 当然这是真的 观音菩萨的功德 你不要觉得这是形容词 现在我没办法 在新加坡很热 一天都冲凉冲三次 你手指呢 跟毛孔流出来的 就是臭汗吧 你不会流出河水的 对不对 可是观音菩萨要度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 第一个解决他心中的火 喉咙的火 第二他一定很干渴 对不对 就像你天气很热呢 想要喝水 所以会流出甘露伐水 接下来呢 观音菩萨就会变食 所以我们晚课 或放蒙山的时候 有变食真言 就会给他食物 请看 世主恶鬼 引到这个甘露的 观音的甘露伐水以后 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清凉 你想想夏天在新加坡 什么东西最重要 水最重要 你多喝水才不会晕倒 当你喝了水以后 你心里就会很舒服 同样的 这恶鬼道的众生 喝了水以后 喉咙就会宽大 身相就圆满 接下来观音菩萨 变各种的食物 尚未饮食 这个就是变食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 变食咒跟变食真言 让他一切皆饱满 从一粒米变三粒 三粒变七粒 七粒变无量无边 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经论 你才知道 佛门做的很多仪式 是有他很深的意思 最重要是大悲心 所以请看 中国式的阳之净水观音 在明朝的时候 你看看这张壁画 对不对 是啊 身上都挂满了金银猪落 非常非常庄严 然后观音菩萨拿净瓶 撒干露水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法会 一开始就要念 三遍大悲神咒撒净 其实它是有道理的 观音菩萨 坐在自在的法座上 它的左手边 就是我们看到图片的右边 就有一个阳之净瓶 甚至有些 请看下面一张 日本东京银格寺 木雕的阳之净瓶观音 尤其很多人念 得了癌症 你真心念大悲神咒 或是六字大明咒 很多人告诉我经验 他看到白衣大士 或观音菩萨 就在他的病房里面 撒干露 甚至观音菩萨 就把干露水 倒在他身上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有70%是水分 所以观音菩萨 以四大来说 地水火风 它是水大 它是以水的因缘 广度众生 所以叫做 阳之遍撒三千戒 所以观音菩萨 是用水的因缘度众生 而地藏菩萨 是大地大地 它是以地 泥土大地 而利益众生 所以地藏菩萨 念地藏菩萨 都是很多农夫 他有重道骨 而文殊菩萨 是什么呢 智慧剑 智慧剑上面有火 所以文殊菩萨 是以火大的因缘 来度众生 而普贤菩萨 是风大 风 空气流动 所以他起白象的时候 大象一走的时候 大地都会六遍震动 所以观音菩萨 是以水的因缘 度一切的众生 所以水是很不可思议 所以就按你念完 大悲神奏 你看到没有什么 其实呢 那里面有很多 不可思议 是超越科学的力量的 接下来 北传佛教的 这张照片 是把圣死一面观音 跟阳之净水观音 两个图形结合的 是台湾木雕的 两三层高的 阳之净平观音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牵手牵眼 代表法力无边 刚才说过 能力与智慧 那阳之净平骗撒呢 代表什么 赐广大的福德因缘 给众生 灿除一切恶业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三一 正法入圣道 分五 好 现在观世音菩萨 好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 第一 先解决你咽喉的痛苦 火停止了 第二 给你喝水 你也很欢喜 第三 又变食 给你吃饭了 好 那里很饱 吃饱了做什么 吃饱了不是散会 接下来 佛要为他说法 观音菩萨要为他说法 所以下面的科判呢 叫做 物三一 正法入圣道 分五 己一 反观内心思维 请看经文 这个时候 所有的恶鬼道 就知道 我已经获得 这么多的利益 那我就会想 请问 他心里就会想啊 各个心中啊 审地思维 想说 观音菩萨 这么慈悲 我住在南瞻部州的 三恶道里 他还来救度我 那请问 南瞻部州 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常常 这么清凉 安稳 跟快乐呢 他就会思维 注意听 这个 一 正法入圣道 这五条啊 请做个记号 就是 己一到己五 就是我们修持 要种的因 待会你会看到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要学大乘佛法 还有布施 修寺庙 修佛像 还有做功德 这都是我们 要种的因 为什么 因为在人间 比较容易做 天上也容易 地狱 恶鬼的众生 很难啊 因为他的业力的关系 所以 这时候 恶鬼道的众生 他虽然很痛苦 但观音菩萨 加持他 让他的业火 暂时停止的时候啊 他心中 还是有佛性的 有佛性以后 他就会想 为什么我这么苦啊 那南瞻步周的 这个众生啊 就这么有福报啊 这么快乐 所以他就常常 会思维说 为什么他们的心 很清凉呢 他们很快乐呢 很安稳呢 这个 是我们要 好好思维的 接下来 他就思维 哦 原来 南瞻步周的人 第一个 都孝养父母 请看 几二 孝养尊敬师长 其中 或有 能够常常 能行善者 善能行 常行 就是 常常能够行很多善行 帮助众生 恭敬众生 最重要是要 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 从这经文 也可以看到 你看 连轨道的众生 都赞叹人 为什么人 殊胜 因为他会 孝养父母 所以各位学佛 敬业三福 观五量寿佛经 敬业三福 第一条 就是要 孝养父母 知道吗 所以孝顺父母 很重要 可是现在 有一个问题来了 这个社会 单亲家庭 很多 家暴也很多 性侵害很多 我曾经为 大专院校 奖金的时候 跟他讲 要孝顺父母 结果有一个学生 就当场举所 师父 我反对 我的爸妈妈 非常残忍 我为什么要孝顺他 他讲了稀里话 后来我单独劝他 没有错 那是你爸爸妈妈 没有错 可是他能够生你 养你 还是有福报 的确他就生在一个 非常残忍 家暴的孩子 环境里 这个也是他的业 可是他很难接受 所以当他听到佛经 讲要孝顺父母 他很难做到 那这样子的人呢 我觉得佛弟子佛友 应该更关心他 希望让他投胎 因为自己的业啊 来了这个世界呢 已经很苦了 可是要有人关心他 师父关心他 灵友关心他 朋友关心他 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 还有人呢 关心他 他就会放下 自己的称心 否则这样的众生 因为过去业 已经很苦了 这辈子你要叫他 孝顺父母 很难 希望大家要了解 度众生是不太容易的 接下来经文说 会有善能会失 就是非常慷慨 各种呢 佛教跟非佛教呢 他都愿意不失 然后呢 最后一个 奉行善知识的教诲 这也是很重要的 清净善知识 待会后面我还会讲 好 这边有一个连友 又问了很多问题 师父请问 有一位佛友说 当我们因为不失 而导致自己的经济 绝积 经济绝积 是必须承担因果的 这个说法对吗 不太对吧 不叫你不失 又没叫你钱通通掏光 不失 佛在讲经里 我讲过 在菩提之良论 龙书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我也提过 我长话短说 因为可能有些连友 没听到 佛教你不失 是不失四分之一 比方说你现在 有一百心弊 第一 你要效养父母 效养自己的家人 养自己的家 第二呢 你可以供养三宝 第三 救济贫穷的人 第四 要留四分之一 自己存钱 以便呢 有任何的意外跟灾害 所以佛要你不失 只有不失四分之一而已 佛没有叫你钱 全部通通掏光 那 假如你这个人 真的身心不失 全部都不失光了 我跟你讲 你就会像富大士一样 你绝对不会饿死的 你要相信因果 那至于你会有 这样的疑惑呢 是可能你会看到 哎呀 对不对 这里要做功德 那里要做功德 功德 你能做就做 在做之前要想清楚 我有时候看到 一个老菩萨 走到功额乡 拜拜 那一直算钱 算一算 本来两步是一百的 后来算一算 算了吧 五十就好 在那隔看一下 二十五就好了 就丢进去 这样子没有什么功德 你要想清楚 功德不在乎你的钱多少 在你的心量 假如你心量很大 又布施非常的多 那功德当然更大 福报更大 所以佛没有要你 全部把钱掏光啊 但可能或许 佛教在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当中 有时候比较会被人家误会说 好像我也听一个 连友跟我说 学佛呢 一定要有钱 有钱人才学佛 谁说的 贫穷人也学佛啊 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贫穷的人 都一样来 归于佛法 所以我觉得 连友你要多读一些经论 佛要你布施四分之一 因为为什么 一四分之一 孝顺父母是你的福田 第二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你会有来生的福田 四分之一 救济贫穷 假如你做的话 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你就生生世世 不会贫穷的果报 最后四分之一 你要存起来啊 万一家里发生极难 我突然有人生病 突然经济做得不好 生意做得不好 你四分之一还可以呢 拿出来帮助众生 所以布施应该生欢喜心 而能够呢 你自己能力做得到 这个才是重要的 对不对 我昨天说过 观世音菩萨不会去教你 到底呢 你给他多少钱呢 观世音菩萨福报比你更大 他增上呢 挂满了金银猪落 对不对 珍宝 他生生世世修的功德力啊 是比我们大的 但是观世音菩萨 很慈悲地给我们种福田 好 接下来 等一下 哦 糟糕 好 好 没关系 先让我讲完 我本来要讲一个故事 待会 待会 没关系 师父记得 好 好 请看下面 第一个 要刚才讲 几二 效养 而且父母 还要尊重老师 第三个 请看几三 广行大乘法教 接下来 观世音菩萨也教导众生 你有智慧聪明的人呢 你要耗耀大乘佛法 就像在座各位 你都是过去 身身世世学 大乘佛法 有善根的 而且有些人呢 也要从南传的八正道里面做起 所以把八正道画起来 大乘佛法 也要从南传佛教开始起修 你要有南传的基础 界定会的基础 所以不是说学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就不要 你就算修小乘佛法 你也可以证阿罗汉果 你也是圣人 所以你看在这里 可以看到经文 观世音菩萨也教恶鬼道的众生 要修什么 八正道 或有善能 己法 见 垂者 这里是垂字 不是幼稚的字 上面有没有一撇 见垂者 没关系 就是说 或有些人呢 很聪明 也能够呢 想敲钟 敲骨 意识辟喻呢 可以众生讲经说法 所以你心中要 好要大乘佛法 所以行大乘佛法 也是你修福修会的重要机会 接下来 几次 勤修 破损法相 或有能够善能修补 被破坏的 身邪难事 或有能够善能修补 已经旧的 故 已经旧 这里的故 是旧的意思 破旧 破旧或是已经老旧的佛塔 或有人善能修补 已经破损的塔上面的塔向轮 转的轮 所以这三个呢 都是你可以积福德的机会 也可以积广大的功德 佛教流传了全世界有超过2700多年前 多年了 每个佛教有不同的历史文物 因为历史的因素 战争的因素 或是战争的因素 有些寺庙是破旧的 举个例子 民国时代的虚荫老和尚 他一生呢 就恢复了很多很多的祖庭 这就是呢 修补被破坏的身邪难事 这也是你种福田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成佛 虽然你听闻佛法 但是你会发现 最后你还是要有福德跟智慧 才能成佛 所以你应该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没有钱没有利 你心中也要生欢喜心 随喜别人 第二个可以修佛塔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 拉玛跟仁波切 他们是最喜欢见佛塔 因为佛塔呢 也有很大的功德 举一个例子 你刚才贫穷人不能修习 有钱的人可以出钱 供佛像 有钱人可以供佛塔 那我问你贫穷人怎么办 贫穷人是拜佛像 对着塔 绕塔 他布施自己的体力 精神 因为他没有钱 可是他若可能绕着塔 他也可以修持 所以塔对于贫穷人来讲 就有这样的功德 了解吗 所以佛菩萨是很慈悲的 做多少是在于你的发心 不要有压力 那有些呢 会补塔上面有各种的雕塑 或是咒语 他会把它补好 所以勤修破坏的法像 也是很大的功德